也是很漂亮的一条线 就是角度有一点大 接下来第二位将要起跳的是来自南非的朱利安 今年39岁 他昨天预赛的成绩是24秒04 05也是非常的好 那在去年赛赛他是排名第一 昨天因为发挥的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排名在预赛的第七名 他21岁就成为了八样跳伞运动员和摄像家 他已经进行过11000次以上的花样跳伞 和1600次的低空跳伞 他们已经认识15年了和结步 他是排名世界第一 目前最好的一桩选手 结步对他寄予厚望 起跳了 朱利安再来一次了 转弯时间12秒74 比托尼要快了2秒多 是的他的转弯速度比托尼要快很多快一半 他的这个开伞动作是两只手都跑到背后啊 去拉那个开伞环 上去下托 现在解开了两只胳膊的拉链 也非常的稳啊 非常的快 对 他今天的飞行走很棒 他在跳下起跳胎之后啊 要迅速感知盼到万转深空当中的风速风向气流状况 然后迅速建立自己一个有力的想法 这样才能取得良好成绩 是的 看似这个飞行动作和路线很简单 实际上需要他对周边的环境有非常专业的判断 对他要根据他的丰富的飞行经验啊 尽快的修正飞行的横侧和不要关系 南非的朱利安23秒85 非常好 看到他的落地怎么样 能不能顺利准确的落到我们的安全区呢 很棒 非常好 因为有的选手完成比赛之后啊 他这个落地还不是很好 会落到我们的山里面去 所以其实这也是对于选手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是的 他今天的这一轮的成绩啊 比昨天要好了许多 快了0.2秒 昨天他取得了24.05秒 这个成绩而为他捏了一把汗 是的 他只获得了进入这个决散轮的第7秒 好 仰拍角度我们来看一下 也许他昨天是故意保留实力 今天的成绩非常不错 他的起跳非常好 但是尾翼有一点点的摆动 这说明他的速度会受到影响 好 走了 好 转弯 他说他转弯的角度非常的棒 所以他的转弯用时会很短 他这个转弯 他转弯之前的这个用时确实是比托尼要用时短 而且表现精彩 他的转弯非常的紧凑 当然他要获得这次女赛的前三名 要进入前三名的话 他必须还要把自己的成绩再加上高 结果也在说 他从他整个的质量来看非常的不错 但是从成绩来看 他还应该飞得更高 是的 郭文老师的意见 刚时谈到他的这个起跳之后 有所摆动 是啊 这个选手在跳下这个起跳台之后 他对自己相对局部的这个风筹风向气流情况 并不是已经获得的 他用了丰富的经验迅速感知 出为的这个气象条件 然后迅速应用丰富的经验进行调整 是 好 我们提一下采访 I'm glad to break the 24 and I've got one run behind my back without breaking the turn so I can really go for the next one 他希望这些能够 对 老子那一类 因为他跟昨天的这个表现来比的话 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没有 他说的是比昨天要稍微快一点点 那么过了24秒的这个线 应该是一道坎吧 然后我们想 So I want to k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next time How long time you will take the next time Okay Well I'm going to try and go faster the next one that's for sure But we first got to see what the other guys do Everyone's flying really fast The times are much faster this year Not actually fast fast But we've had two guys that have gone really quick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they can do Some really good flyers out there They're flying smooth They're flying fast And I wish them the best of luck Okay thank you Well done 好的 那么说到他这个 后面这次的这个表现呢 他也是希望能够更快一些 另外的其他的这些选手 他们都在做一些这个准备 表现应该来说 根据昨天他们这个表现来看 应该大家都是有充分的准备的 所以可能他也不好去具体预测 他的这些下一次时间会不会比这个更短 但是他肯定会紧快的 时间应该是进前三是没有希望了 所以 虽然托女比他的上一轮成绩提高了0.8秒 但是成绩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Okay here's Julian Let's see if he can do it Let's see if he can get picked Let's see if he can get out of 3rd place And get into 2nd or 1st 希望他能够回到第一位啊 刚才朱莉安在第一跳是排名在第三 这也是我们去年的 异装飞行试景赛的冠军 我们希望他能够卫免 这好的成绩 看出他很兴奋 你准备好 这一跳一定要跳出更好的成绩 他有一个习惯会习惯在左手 他跳了 那是他后想要让他倒出 啊转押了 我거看他的 Prime Minister 转押了 Oh 转押的震动会结束 但是急要很好 i don't know 字幕也很软 转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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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押的12秒81不是很差 Oh,这个转押俯不丽强 现在雾外有点大 有点看不清楚 Oh, no What? What? Why is it No? 他通过烟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速度应该不如上次快 你从这个烟的这个飘速 嗯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午后现在两点二十 雾气越来越重了因为温度现在确实也有点高 非常的热所以造成在拍摄的时候 可能某些角度您会感觉看不到我们选手的影子 I'm excited to see what the time is 很期待哈 30周围的竹林啊已经进行过一万一千次以上的欢迎跳赛 是 我们其实很期待竹林能够未免 因为他去年表现很不错 然后今年成绩到底能不能 他一定要比第一轮更好 因为第一轮他只排名在第三 竹林三 please 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招飞行过程当中 很多因素会对他的速度造成影响 好 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起跳 转弯 他路线的选择还有角度的选择 甚至是衣服的这个特点和他体重 都会对他的用时造成影响 对 每个细节 每个因素 对成绩的提高都是有影响的 转弯 角度转弯半径啊 看来是大了一些 看上去转弯还不错 那么客观的讲啊 选手在跳下悬崖之后啊 他对这个周围的分速分向 数据和气流情况并不是精确的知道 那么这时候他要靠分速的经验 来感知 来判断 来建立一个科学有力的下滑航线 才创造有力成绩 你建立的好 你创造的好 就会获得好成绩 是的 所以我在问捷破 我们的学手怎么拿到证书 证明他是一个艺装高手 但是他说这不用 只要你根据经验 跟你跳的次数越多就越好 OK 因为现在对于他的积分 遇到了一点麻烦 他们因为这个误矮的原因 他的成绩现在看不到 所以有可能 朱莲恩需要再跳一次 OK 这次的时间 可能 因为他看得到 他看得到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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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难从这个 今后到夸 你看到他 从悬崖上跳下之后啊 迅速从零速度加速到 195公里左右的高速度啊 这个过程只需要三秒左右 但是这个转弯 如果转得不好的话 你同样你速度最高 你还是会影响你的成绩 是 他的成绩一直没有出来 刚才节目有解释 因为这个雾气比较重 所以我们的这个镜头 在捕捉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 其实在比赛之前 我们要通过三名选手的试跳 来测试我们的这个计时器 当时也出现了一个小意外 就是有一只鸟 给我们的这个选手提前飞到 这个测试的镜头前面 所以造成他的计时就是当时小鸟飞过的时间 虽然是意外事件 但是这次的比赛轮次呢 可能就会被取消 或者重新进行进败 是的 我们来等一下这个评委和组委会最终的决定啊 看看他的成绩是不是能够有效 是不是有机会 是不是还要进行同赛 对 进行第三次的起跳